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美好圣洁之地 连绵起伏的热带玉林 圆聚了众多的奇华溢草 古树参天 苛枝交臂 嗡嗡郁郁 层层叠叠 静谧的雨林 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 也让这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歹足 曼轮制陶手艺 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发展 留存 歹足制陶史悠久 今天西双版纳等地的歹足 还保留着原始制陶液 其中陶液特色最突出的 是曼轮手工制陶 2006年 歹足曼轮制陶记忆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天的西双版纳景洪市的曼斗村 至今仍研习着曼轮技术 这一古老的制陶工艺 制陶是土与火的情愫 是水与土的生化 古老的制陶工艺 主要以泥土加砂石为原料 记忆流程包括冲土 筛土 板砂 渗水 盘泥条 打坯 单造 烧制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图纸和模板 完全依靠匠人的手感和经验 曼轮制陶几经臣服 却并未效望 反倒焕发出了别样的反普归真的意趣 歹足将人们在原有的传统上创新融合 让更多人接受使用 才能更好地促使歹逃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歹足将人不紧不满地转动的转盘 传承传统技艺 把歹足精神用实实在在的器物表达出来 或许正是他们快乐的源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